如果說我們軍事上面 用 muscle 打不過人家 但是言語上面還要喜歡 挑釁的話 那不是跟自己過不去嗎 昨天的談話 是自己煩的火鍋 放了酒油裡面 是不是準備博雜 沒有人清楚 蔡英文完完全全呼應 北京 中共當局的 其實呢 大家都知道 大陸跟台灣是非常嚴重的不對稱 大陸這麼大 台灣這麼小 如果真的打起來的話 那麼台灣當然是不可能 在這個時候 跟大陸對幹起來 那怎麼樣 那就要透過政治的智慧 來化解任何可能的戰爭 希望和平 才是對台灣是最有利的 但是如果說我們軍事上面 用 muscle 打不過人家 但是言語上面 還要喜歡挑釁的話 那不是跟自己過不去嗎 好 前一陣子 共軍一直不斷地來擾台 那麼大家都說這是因為 六國軍演的關係 所以10月1號到10月3號 11大家記得是 中國大陸的國慶 那麼美國 英國 日本 荷蘭 還有加拿大 澳洲 四個國家超過17艘 來進行了南海軍演 有些國家真的是遠道而來 來到南海 這個真的是非常敏感的地區 那麼大陸總共出動了 93架次的軍機 而且從1號到5號 總共加起來是150架次 難道是這六國軍演 給了蔡英文講話有底氣 讓她撐腰嗎 覺得她可以大聲嗎 這六國的軍演 真的在台海發生衝突的時候 會來救駕台灣嗎 好 可是10月5號之後就停了 6號到9號 大陸戰機並沒有來 但10月10號 國慶日當天也只來了3個架次 好 所以這個蔡英文就在10月10號 昨天國慶的時候 提出來了4個堅持 這是第一次她所提出來 所謂的4個堅持 哪4個堅持呢 第一個堅持叫做 堅持自由民主憲政體制 好 這個大家大概是共同的共識 這個大概沒有爭議 重點是你有沒有真的尊重 自由民主憲政的體制而已 那麼最重要是這個洪志的部分 第二大堅持 就是堅持中華民國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民進黨的台灣前途 決議文裡頭 有曾經出現過的一個主張 好 現在搬上來 在總統國慶日的時候 講了這句話 那兩個互不隸屬是兩個中國嗎 還是一中一台呢 還是兩國論呢 這個就非常敏感了 另外就是堅持主權 不容侵犯併吞 堅持中華民國 台灣的前途必須遵循全體台灣人民的意志 好 是不是導致兩岸模糊的空間不見了 什麼叫做兩岸模糊的空間 就是我們是中華民國憲法 我們是一個中國 那麼中華民國憲法 是包含整個大陸跟台灣的 只是我們的治權僅於台澎金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個中國 那他們的憲法也是包含整個的中國 那裡面當然也有台澎金 可是他們的治權就他們統治的範圍不及於台澎金 這就是所謂的一中各表一個中國 那是不是這個模糊的空間不見了 變成兩國論了呢 蔡英文另外還有引起大家關注的就是說 他說此時此刻的中華民國 正處在72年來最複雜多變的局勢當中 我們不是民國100多年了嗎 今天是110年的國慶 怎麼會變成72年了呢 那前面怎麼不見了呢 他總共講了五次72年 五次72年 中華民國講了六次 然後狂提台灣48次 蔡英文我是覺得這一次 這一次他提到這個東西 我真的是我們從幾個方向來猜 是蔡英文個人的意思 還是拜登他們 拜登政府暗示他的意思 但我猜了 以拜登現在跟習近平他們 他們為了貿易還有緩和太平洋那些事情 他們是頻頻的美國人在找老共的 以及主管在談 所以當拜登跟習近平通電話的時候 談到了台灣協議 大家都少了 難道是一個新的協議嗎 當時我們還記得有一個新聞 是吳釗燮跟我們國安會的 顧力雄他們兩個人在華府 當時為了一個事情 就是為了叫台北文 經貿文化辦事處 要改成台灣辦事處 也是因為這樣子來破功了 所以蔡英文是老羞成怒呢 還是他個人就是 就認為我又不選了 我就是要搞 就像陳水扁類似 還是跟華府有關係 我猜跟華府關係可能不大 但是蔡英文這樣子搞下去 兩岸的狀況 會處在高度的不確定性 這個不確定性的話 是對台灣 對台灣所有的各行各業 都是一個壓力 總統府的發言人說 這是蔡英文的內心話 我一聽到內心話我就緊張了 內心話就是真話 就不是政治的綿綿話 那這個內心話是 中華民國72年代表什麼 我在這裡給一個定位 蔡英文是完完全全 呼應北京當局的 中華民國亡國論 我重複的時候 蔡英文完完全全呼應 北京中共當局的 中華民國亡國論 中華民國存在的 一個很重要的華理根據是什麼 那就是因為兩岸的內戰 尚未結束 所以才有1912年的 中華民國仍然存在 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存在 所以雙方才會有各表 我不承認你 你也不承認我 但是我也沒有逼你來承認我 這就是互相的一個存在的 一個重要的價值 那你這個價值今天 把它給丟了之後 馬上又要來面對了第二個問題 對 第三個問題又來了 請問洪多拉斯跟你斷絕邦交 合情合理 因為他是1949年以前 跟中華民國訂立的邦交 他這一個國家忽然發現 他建邦交的國家 沒有啦 不見了 他100歲的不見 現在真是要72歲的 所以從此以後 這一些1949年 跟我們建交 尤其在中南美洲還有幾個 不見的時候台灣不要叫了 因為蔡英文認真努力的 正在做這一件事情 最後請不要忘記 憑什麼你當中華民國總統 你的根據在哪裡 你政府的合理性 合法性 正當性 不就是民國36年 所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 是在74年前 74 你是1至74年前的那個憲法 才有你今天在那裡囂張 而你卻把那個給割斷了 所以請不要忘記 當講是中華民國72年的時候 已經很明白的 讓中共對台灣的出手 是擁有100%的合法地位 因為他要兼媚的 不再是內戰未解決的問題 他現在要兼媚的是一個 切記他國土的一個政權 各位 本來內戰還有一個條路 就是雙方和談 可以接接 現在只有剩下一條路 就是武力接接 為什麼 因為你切記他的國土了 我不曉得民進黨 寫這個文稿的人 到底有沒有用過腦筋想一想 已經把台灣質疑最危險的邊緣 你以為那六國會來救台灣 算了吧 他們連他這個都過不了了 所以昨天的談話 是一支煩到火機 等到酒油裡面 什麼時候要補充 沒有人清楚 所以我才會這麼說 蔡英文的講話 呼應了中共的中華民國亡國論 他們是一體的把台灣製造於 讓中國大陸出手 擁有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地位 這是去年這個1月10號高雄 這個友台這個號稱當天有15萬人 各位 你有沒有玩過減紅點 你有看到一點點紅的嗎 不用去看有沒有國旗 沒有國旗 15萬人一面國旗都沒有 你選的是中華民國總統 不要說這個 立營執政的縣市 雙十國慶 你如果看到又怕我頭到你 有國旗是寥寥可以而已 寥寥幾面而已 所以你說國旗 國旗就是我拿來運用 到時候這個在奧會模式底下 或者有某些國際場合不能用的時候 你們國民黨對不對 怎麼這麼說要爛 不是說國旗嗎 國旗嗎 國旗 國旗 可是在真正需要用國旗的場合 沒有國旗 向不合計劍 如果現在的主流 和旗所為能勉強 那麼高旗 就可以來民旗